由台北京華酒店鐵板燒行政主廚陳孫生發起的七星主廚 下鄉公益星旅行邁入第八年了 今年多達了115名的志工來加入 還包括了京華酒店、文華東方 還有遠修越來飯店等多位主廚 使出了渾身解素 製作出了十道料理 也和羅東高商餐飲科同學等單位 準備400人份的七星料理 讓黎明教養院的樂生們 享受了一頓豐盛美好的午餐 愛的循環不間斷 由台北京華酒店鐵板燒行政主廚陳孫生發起 連續第八年的七星主廚下鄉公益星旅行 17日上午在黎明教養院舉辦 今年號召30位廚師團和115名志工參與 準備400人份七星級料理 招待黎明院生和工作人員享用 我也一直很感恩 一直延續今年是第八年的花年黎明教養一組 真的我個人真的在這裡深深的跟各位謝謝 真的要謝謝大家 因為沒有你們 他不會有這八年的一組活動 謝謝謝謝 代表黎明謝謝大家 那其實我們 每一位院生在黎明不只是 最東教養院 其實我們整個黎明的服務 從機構師的照顧到社區 小座所到社區居住到批護工廠 甚至我們很鼓勵我們的孩子 當他有一天能夠自食起立的時候 我們的支持性就業就會輔導他們到社會就業 這一路走來黎明在地服務46年 謝謝大家能夠為黎明 不管我們是不是花蓮在地 也欠有大家在台北在桃園各地 能夠都知道黎明這個地方 幫我們多家宣傳 讓大家認識花蓮黎明有一個地方 在做是精湛愛的服務 謝謝大家 食道飯店等級的料理 食材新鮮高級甚至取材在地 每道菜都很不一樣 主廚陳春生甚至將自己招牌牛排 改成炸羊排 讓每年料理多了巧思和創意 這邊真的是很感動 然後能為這些鄉下的這些弟弟妹妹們 一起做好吃的東西給他們吃 然後讓他們感動 那我覺得是一種很有溫馨 然後也很熱心的 很感動的一個畫面的感覺 我覺得很值得 從今天之後再次這樣下來 我覺得我每年都一定會過來這樣 總共有10道菜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採用在地 比如蔬果的話都是我們在地的 在地的食材來搭我們一些 就是我們突發奇想的一些食材 因為我的強項就是 煎牛排是我的強項 百分之百的 但是我今年就是改變方式 我用羊排 紐西蘭的羊肩排 我用炸的 我因為我昨天處理的時候就是 該處理的前置作業 有放一些香料什麼醃一個晚上以後 那今天用炸的方式 那個炸起來比煎的真是好吃 因為那個很鮮嫩都是 因為它那個汁都含在裡面 你等等吃一下你就知道 這個怎麼會跟 煎的一般都會比較乾 但是它這個有 它外面有那個醬汁巴著有沒有 就是吃起來就是 就不會那麼柴 包含淨華酒店、文華東方酒店 及遠雄越來大飯店等地主廚和好友 都共襄盛舉 另外像羅東高商、餐飲科校長和師生、 台北園桌福倫社、永豐銀行、富邦銀行等 也都用行動來支持益主、回饋社會、幫助社福機構 期盼第十屆以更盛大方式 招待黎明怨聲享用七星級的美味佳肴 記得將幫醫院黃靈師報導